接下來的話我們接著繼續來看就是說 如果像這個範圍的資料 如果在立印之前我希望加一個框線 那框線大部分就是 先幫我找到這個範圍 然後把這個框線幫我 畫出來 那如果說我今天希望一個按鈕 按下它 自動幫我畫框線的話 那比如說我這邊有個按鈕叫加框線 框線是實線 而且是紅色的 OK 自動畫 好這個範圍 甚至未來當然也可以去追蹤說這個範圍 到哪裡 那我自動幫那個這個範圍自動畫好框線 那當然還有 加框線當然有什麼清除框線 有沒有 然後如果框線還可以做一些變化啦 比如說我還可以加什麼粗體啦或者是 出線啊或者是細線 甚至最後可以的嗎 這個框線還可以像這樣的框線 就是 藍名 有沒有跟列名 的這兩條線是 雙線 其他 就是細線 那這要怎麼做 其實基本上呢 這也不複雜 大概幾個重點 第一個的話呢 我們先看這個 這個加框線 其實 程式只有一行 這一行的話 第一個 這一行 第一個你要跟他講什麼 Range 特別重要 這個Range很好用 Range指的是那個範圍 你要畫框線的範圍 那個範圍的話呢 就是假設我們這一個 跟他講說從A1 一直幫我 到 I8的這個範圍 那做什麼呢 就是跟他講 點Bodus 一樣喔 我們剛剛主要是針對那個 儲存格 不過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們主要是針對什麼 針對那個 就是那個範圍 這邊的話我看一下 這個 程式在這裡 加框線 在這裡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實際上就是什麼 就是 跟他講說從 Range 等 底下有寫 這一行 OK A的第幾 到A到 I好了 比如這邊是I 的第八列 OK然後雙贏 所以你就跟他講說我的範圍在這裡 然後後面的話呢就是 第一個先給一個範圍 一樣是sub 點下去之後跟他講說我要畫框線 Bodus 點color 跟他講說color顏色的話 幫我用那個 紅色RGB 瓜胡 紅色 255 豆點0 豆點0 幫我畫個紅色 陳詩寫完了 OK 那如果現在把他執行的話 這邊執行 他已經紅了 我先把他清掉了 那清除的話呢基本上 就也是一樣 就是等於是說再寫一個清除 那清除的話就是 假設清除的話就是我剛講 就是colorindex 等於沒有 OK那就把他清掉 colorindex x 等於 沒有 xl none 那我先執行這個好了 清除 OK這個範圍 沒有 那加的話呢就是這一個 這一行 有沒有 range bodus 這樣就OK了 所以你會發現 如果要加那個框線 跟去除框線 一行 那差別其實只有把什麼 把剛剛那個什麼 剛剛那個本來是range 把它改成 剛剛是sales 把它改成range 就OK了 那另外的話呢當然 我剛有做 一個變化題 這個變化題就是 如果我今天希望 加的這個 特別注意 是只有這一條線 跟這一條線 是雙線 雙線 那怎麼做 給各位提示一下 如果說 只有這邊 跟這邊 你可能就會跟他講說 我要的是 這一個範圍 一樣要給一個範圍 比如說我的範圍是從哪裡 A1 到I1 但是特別注意 我們剛剛bodus 有沒有剛剛特別講 加s是 他的所有的線條 都化顏色 但是如果 我要其中的一條線的話 記得bodus 括弧 跟我們之前有那個 ENDM的括弧 一樣道理 就是 他會跳出 你要指定的是哪一條線 那你就跟他講說 我這個範圍的下面那條線而已 那你幫我畫雙線 可是要怎麼畫雙線 這個我們待會 請各位試一下 剛剛講的是 可以把那個 紅色 加上去 清除加上去 畫面先還給各位 加 好 也許想想看 這個變化題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只是希望 藍名跟列名的 下方跟 右方 那一條線是雙線的話 那我該怎麼做 如果 特別去 哪個範圍後面加一個boulder 的color 加上去就ok 那清除的話也是一樣 就是color index等於沒有 把它清掉一下 如果說我要做出像剛剛講的 所以其實你可以 分階段做 第一個是說我希望 把 這個上面的藍名的下面 這個範圍加兩條線 兩條線 我還先不要畫顏色 那怎麼做特別注意 其實你可以利用我剛剛講的 就是 這個範圍 所以你可以接下來 把這個 複製下來改好了 你跟他講說 range的a1到i1 range的a1到i1 那他的那個什麼點 他的boulder 他的boulders boulders就是他的那個框線 那特別注意我只要其中一條線 這邊的話你就是 加一個錢瓜糊 那會有什麼變化 因為他很多條線 他會跳出請問一下你要針對哪一條線 也就是這個地方可以再針對 哪些線 其中的話你會發現哪一條線 xlh 那他有up就是上面的線 我跟你講 應該是 這個是top是上面的線 left的話 是 右邊 ablet 左邊右邊 這個的話是下面 所以我要的是button 這一條 所以呢 xlh button OK 就這一條線 瓜糊 然後我要做什麼呢 點 他的 線條要兩條線 所以這邊記得不要是column 不是顏色 是lifestyle 線條的樣式 OK lifestyle 那lifestyle等於什麼呢 雙線 那雙線的話就是xl double OK 不過有同學說老師那除了這個雙線 這個怎麼來的 我不知道怎麼辦 其實教會的方法 你直接在那個lifestyle上面按F1 他會跳出這個說明 那這邊有個超連結 叫lifestyle有沒有 xll 你把它點下去 他會跳一個 清單給你 裡面的話呢 就是等於後面呢 你只要加 有沒有xl double 這就雙線 那如果你要是什麼虛線 就是這個 你要什麼 這邊有很多線啦 大概就這幾種 你就把這個 那我的習慣就把它複製 有沒有 然後複製完之後 貼到這個後面 等於後面就可以了 貼上 這樣OK 那接下來的話這一行OK 我們試一下 把這一行執行一下 有沒有 雙線 然後呢再來 Enter 我希望 A欄的這個右邊這一條線 也一樣 如把泡斯 所以其實 應該可以不用特別改 你就是改這個 Range先給他 那A1這邊的話就是 A多少 A8嘛對不對 所以這邊的話A8 他的點Bolder Bolder 刮鬍之後的話呢 跟他講說哪一條線呢 我要 XL H的 右邊 右邊的話是Right這邊 OK 然後右邊這條線呢 幫我怎麼樣 一樣 所以其實 一樣是雙線 那就這個 複製下來就好 這樣比較快 好啊執行看一下 這邊又一條線 再來的話其他的 其他的線 全部都變成紅色的話 那我就講 直接乾脆再把它複製 這個 然後跟他講說 從 A1到 I8 這個範圍喔 就是全部啦 幫我怎麼樣呢 點Bolders 就是 不分哪一條線 就全部 所以 顏色 點Color 幫我全部變成紅色 等於 RGB 紅色嘛 255 0.0 後刮鬍 這樣的話他就幫我把其他線也化 化成紅色 來試一下 知心 不過會有問題 他怎麼樣呢 把原來這個線 蓋掉 所以這邊的話 畫一條線 畫兩條線 再針對 其他的喔 那可能是LIFESTYLE裡面 所以這個順序不能顛倒 你不能說 先畫 完線然後再 不行 所以怎麼辦 把這一行 搬到上面來 這一行 搬到下面 就是意思是說 先全部畫完 然後 再畫那兩條線 這樣應該就可以 試一下 不然的話顛倒好像被蓋掉 執行 OK 沒問題 所以有的程式喔 不能顛倒 你要先畫完 那個什麼全部的線 全部變成紅色 再去畫這一條 跟畫這一條 這樣就OK了 OK 請各位試一下 所以剛剛主要 三個 把它 變成 清除 然後變紅的 清除 變成 這樣子的 雙線 OK 那其中可能 比較會有問題的就是 那個 這邊喔 如果你不知道 什麼 那個LIFESTYLE 後面的東西 記得按 LIFESTYLE 按F1 它就跳出來 那你在這邊呢 點一下 你就會有什麼樣式的 雙線在這裡 如果你要其他的線 也可以試試試看 畫面先黃 也不會試一下 利用這樣的方式喔 我們就可以將來你要列印 報表之前 你就 不需要額外 再去畫線 我覺得應該是會大大節省的時間 所以以後 一鍵可以完成輸出報表 所以 所有東西做完之後 再加框線 再自動列印出去 那 等於是最後你根本什麼事都不用做 就等於是真的一次就到位了 OK 所以請各位稍微試一下 把剛剛我講的 這三個按鈕 大家試一下 就是 加一個 實體的線 然後清除 再加上 對個變化 就是 在 藍名跟列名的下方跟 右方加雙線